嘿,大家好,这里是优风 那纽带类节目呢,之前优风也给大家做过很多期了 但是因为有些个人原因嘛,所以这一类节目呢,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断更的 那最近呢,优风也想把这一类节目呢,重新拾取起来 所以说给大家打算更新一期纽带类的一个特辑 来给大家看一下最近购买到的这五颗很特别的纽带 那为什么说特别呢,其实前不久啊 优风专门去了一趟秋叶园的一个最大的扭蛋会馆 在那边呢,其实有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扭蛋机 然后每个扭蛋机呢,都有它自己一个特定的主题 就是会有一个贴卡 在那里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扭蛋机 而扭蛋机上面呢,都是贴着他们一个相关的扭蛋主题的 但唯独这卖的五枚扭蛋的这个扭蛋机呢 上面贴了一个很特别的字样 写了一个大写的一个萌 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呢,游风就果断的买了这五颗扭蛋 想看看这里面究竟会装着什么 那像这样的一颗扭蛋呢,售价是日元200日元 约合人民币12块钱 所以我们这次来看一下,这次购买的这五颗扭蛋 究竟是买的赚了,还是买的赔了 其实我个人在打开之前就感觉赔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很有可能是他卖剩下的那些扭蛋 因为实在是卖不出去了 就统一的干脆装到这个扭蛋机中 来再吸引一遍酷克 那我呢,就是很不幸被吸引到的人 顺便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这五枚扭蛋呢,在购买之后就一直封存着 直到刚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依旧是完全没有看这些扭蛋里装的什么 单纯的把它放到桌面上 所以我们依旧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未知的神秘感 来打开这几颗扭蛋 好的,那我们非要不多说,来看一下这扭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 先从这一颗来开始吧 せーの 这是 这部作品名好像叫做 夏色的奇迹 然后这个角色呢,是 水月杀季的这样一个角色 摸到一个大的扭蛋 感觉里面好像挺沉的 我们看一下 せーの せーの あれ 这是 这是一部叫做 下机声的一个扭蛋 一个系列的扭蛋 这里面是这样一个角色的军装玩具 叫做白井西梨的一个角色 感觉又是这种很小众的一种类型扭蛋 好像不是太了解这样一个作品的人好像不太会买 好,我们继续来开 せーの 好嘞 这是 这个好像是从零开始的一世界生活 这部作品知名度应该很高吧 然后我看它这是一个系列的 里面呢,会有一共大概6款到7款的一个 各式情景下的一个雷姆 然后这个呢,是情人节的一个专有的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せーの あれ 这什么角色啊 这 完全不知道哎 大家有没有知道这是哪部作品的 这是这样的一个挂件啊 天呐 这个一共有25种 25种 那我觉得这个肯定不会太贵啊 有可能这个就是100日元的一个扭蛋 可以开出来的 你想想这种25种要想自然其他 真的是要花很多钱的 而且还是随机开出来的 然后这部动漫作品呢 ガードズバンドパーテ 叫做少女乐队聚会 不知道这是什么作品 好,那接下来剩最后这一颗扭蛋了 那抱着最后一线 希望我们来再开一下最后这一颗扭蛋 看里面能开到什么 这一颗扭蛋竟然售价还是300日元 这是什么作品啊 アノナツで待ってる 在那个夏天等待着 然后这个角色呢是 他叫做桂月イチカ 看样子像是主角的一个角色啊 不知道这部作品大家没有看过啊 诶,这是要干嘛的 这是要干嘛 这是要把脚给夹住吗 真的要是要拿这个来把脚夹住 原来他这个做的时候 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角色无法站立 所以专门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夹子 即便如此依旧很难站住啊 这 拜托你们制作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人物的一个重心的问题啊 你们真的是用心设计的吗 这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 好吧我想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扭蛋它都是卖不出去的 那现在摆着这些呢 就是这次扭蛋所开出来的所有东西了 大家觉得值吗 他都已经替我回答了 这样一个扭蛋 它凭借你这样的一点好奇心来购买 真的是我觉得这次很亏 所以建议大家以后碰到这个扭蛋呢 还是尽量的啊 近而远之 尽量少去探这一汤水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与日本有关的有趣内容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